这是来自俄熊的外科手术式精准打击 这是叙利亚战争的真实一幕 俄罗斯正在帮助叙利亚政府军打击反政府武装 此次派出的是地面王牌SSO特种部队 它成立于2012年 由俄罗斯国防部组建 从武器装备到战术风格全面对标西方国家 特别是美利国 目的就是建立一支海陆空跨兵种联合作战的王牌部队 SSO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一战成名 目前名其已经赶超阿尔法和信号起 他们此次的任务是活捉叙利亚反政府武装头目 他们埋伏在武装分子所在的秘密基地周围 地面有位GS30榴弹炮叙事待发 空中有猎户座无人机实施监控 很快队长就发现了目标人物大胡子 他果断派出四名先前小队 潜入反政府武装所在的大楼等待抓捕时机 此时的大胡子正在视察武器车间 这里全部都是正在加工的导弹高射炮等重型武器 大胡子很得意估计老美也很开心 现在他还不知道自己就要罢货领头 可就在这时 一队老美雇佣兵急速使来 车上都是重型武器 队长为了顺利完成抓捕任务 决定对这些雇佣兵实施拦截 队员迅速搬出短号反坦克导弹 子弹如雨点般秘境 强大的火力压制打的这些老美雇佣兵暴投手 然而这些雇佣兵也是训练有素 很快就组织起了强有力的飞机 再加上楼内的武装分子出来增援 一时之间竟有碾压SSO之势 与此同时楼内的大胡子正在逃跑 刚好被埋伏的SS先前小队抓的 队友为了掩护他们撤退 使用VGS30流弹炮开启狂暴模式 负责接应的队友抛下钢岚 山下两人断吼 山上两人往上拉 一员背着大胡子向山上撤退 队友被击中胸膛 还好有防弹衣并无大碍 大胡子已经被抓任务完整 队长立刻下令撤退的同时 呼叫了空中支援 苏24紧急升空10分钟内抵达战场 四枚被塔500钻地弹精准落入大楼内 将叙利亚叛军工厂炸得灰飞烟灭 第二天 通过对大胡子审问 俄军指挥官得知 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有一辆多管导弹发射车 将要袭击俄军驻底 这怎么得了 指挥官立刻派出苏24轰炸机要将其报销 殊不知老美雇佣兵已经利用此事给俄军设下的圈套 他们故意将导弹车引到了桶区边境 并且还知道俄罗斯飞行员的强悍作风 一定会越境打击 俄军飞行员出色完成打击任务 一个漂亮的转身准备发行 殊不知他们已经被盯上了 就在刚才 一架土耳其F16突然偷袭了俄罗斯战机 而这架苏24也不是吃素的 只见飞行员一个加速旋转 同时尾部喷射出与网般密集的干扰弹 将F16的空空导弹轻松拦截 可还没等飞行员缓步神来 F16又是一发导弹击射而出 苏24没来得及躲闪不幸被击中 一时间机舱内报警灯狂闪不止 飞机尾部也燃气熊熊大火 不受控制的急剧下降 然而战斗民族的飞行员却丝毫不慌 正商量着午饭吃点啥 紧接着二人对视一眼双双弹射跳伞 他们的战机则是一头扎到了地面 飞行员终于可以松口气 可是危险并未结束 早有埋伏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 朝事发地点追了过来 他们不顾国际公约 手持上百把AK朝着天上的飞行员兔兔 更是有车载中机枪加强火力 如此有被人到的刑警 他们竟然还拿着摄像机记录 一名飞行员不幸被击中 就在生命最后一刻 他深深地亲吻了结婚戒指 算是对妻子最后的告别 还没等落地 他就牺牲在了空中 武装分子找到他的尸体 还狂妄地开枪庆祝着 另一个飞行员小帅 则侥幸逃过一劫 可武装分子哪里能轻易放过他 小帅隐藏在树林中 利用通讯装置呼叫支援 然而通讯频道却被武装分子截获 他们很快就判断出小帅的所在方位 小帅赶快撤离 沿着小路一路狂奔 突然一个急杀 他险些掉下悬崖 眼看着武装分子就要追上来了 他该怎么办 土耳其故意击落一架俄国苏24战机 理由竟然是他入侵本国领空17秒 更可笑的是 土耳其在这一年里一共入侵 叙利亚领空迁于此 那他的空军岂不是要全军覆没了 土国的行为很明显 是给深陷叙叙利亚战争的俄罗斯背后摆了一道 不但如此他们还串通叙利亚反政府武装设杀了一名俄军飞行员 而另一名侥幸逃脱的飞行员此时也是危在旦夕 他已经被逼到悬崖无路可逃 而国防部得知这一消息 立刻派出突击救援小队 两架米8直升机满载陆军特战队员 火速赶往出示地点 此时的飞行员小帅已经被逼到悬崖底下 和武装分子玩起了躲猫猫 但武装分子发现他也只是时间问题 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负责救援的两架米8直升机及时赶到 对着地面的反政府武装开始扫射 小帅健壮立刻飞身逃跑 却不幸被武装分子击中 另一边米8直升机也被击中 他被迫降落在一处开阔之地 可是没等飞机停稳大批武装分子就围络过来 各战队员被迫应战享用火力压制敌人 奈何敌人人多势众将他们打得节节败退 他们只得换了飞机仓皇撤退 此时俄罗斯国防部坐不住了 立刻展开海陆空三军联合打击 空中有最新型四代半战机米格35 暗夜猎手武装直升机 海上有巡洋舰叙事待发 更是派出陆地王者SSO特种部队 SSO首先发起攻击 SSO解救受伤飞行员后 对这些武装分子更是不留意的活口 暗夜猎手火力直接拉满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武装分子被全部歼灭 俄国防部觉得这还不够减气 海上巡洋舰射出导弹精准打击叛军老朝 有着白天鹅支撑的图160超音速轰炸机出动 它的目标是土耳其给叙利亚叛军的补给线 让土耳其大发展争财的梦想破灭 也给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 展现了俄军的军事力量 再加上一系列的经济制裁 半年后土国总理亲自登门道歉